好,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生买的课堂 看一下知识点,字符数组 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数组 并且分别简单一位数组,二位数组 那这里面提到这个字符数组 那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它和我们前面讲数组主要是围绕着整形 那我们字符数组呢 那自然就是它的类型不同而已,是吧 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时候 说字符这个数组的这个格式呢 是什么呢 是我们前面有一个类型 后面呢,是不是有一个名字,是吧 就是我们的数组名 那然后后边呢,如果一维的呢,就是有个中口号,是吧 那这里边呢,放的是什么,那个表达式,是吧 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写一个常量表达式,是吧 这里面不能写 不能写变量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要写一个 假如说直接写一个i什么的,是吧 但是我们可以什么呀 给我们这个前面定义一个变量i,给它负一个值,是吧 那这时候呢,我们写i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一个表示常量表达式 另外一个呢,就是二维的,那自然就是类型,数组名 然后就是两个,是吧 两个,那自然这里边呢,也是常量表达式 是吧,常量表达式 那自然,大家可以看,我们现在自,它既然是字符数组呢 那就是我们前面写个字符,是吧 我们区别就在这,是吧 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负值呢,是这样的 之前我们整形是c0等于2,是吧 那我们现在是c0等于单影 我们加一个字符,是吧 加一个字符,它主要是这种区别,是吧 主要是这种区别 其他的呢,其实就差不多,是吧 其他的就差不多 另外呢,大家注意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数组当中 我们这个数组当中里面一个常量表达式 同样,我们是可以写整数 也可以写字符 是吧 也可以写我们的常量,是吧 常量 这个常量 另外大家还注意有一个小小细节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可以使用整数型的数组 去存放我们的数据 当然这呢,我们是不建议的 是吧 它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假如我定义一个整形 A,是吧 A 那我可以给A0负一个值 假如说是一个这样 是可以经常进行复制的 是吧 这里面不建议大家去这样 是吧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字符类型和我们的整形 塔的这个占据的子节数是不一样的呀 是吧 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把我们的整形 这字符付给整形 其实是由于有这个 呃 存储空间的浪费的情况 是吧 就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OK 那这是我们对数组的一个理解 那对于这个概念 用来存放 字符数组的 数 数据的 数组 那就是字符数组 我们把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变成整形 想说这个变成整形 那大家感觉是不是 就是一样好理解 是吧 一样好理解 和我们对前面的理解 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 是吧 没有多大区别 呃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也可以办 我们这个数组里面 其实放了一个是什么呀 其实像这个里面 我们是不是相当于放了一个 I I M Happy 是吧 其实是不是相当于放一个字符串啊 是吧 所以我们的这个 一位数组 二位数组 其实它就是代表 我们放了一个字符串 和什么 多个字符串 OK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 如何去操作一下 是吧 如何去操作一下 你假如说我们现在 来看一下 我们如何去定义一个 我们的字符数组呢 是吧 也是很简单 是吧 我们直接来一个 champ 来一个 假如说C 我写少一些5 是吧 有个5 那这时候呢 相当于我们现在是生命的一个 是吧 那我们现在给它 是不是可以给它复制啊 复制的方式 是不是有很多种 是吧 我们前面都给大家已经讲过了 是吧 这里边呢 我可以复制一个I 是吧 复制一个I 那其他通证 试一下 这个 这个谷歌了 是吧 好 B C B B 那我们再输出 输出一下 输出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边输出是什么 是 呃 百分号什么呀 百分号C 是吧 就不是D了啊 再输出什么 C 0 好吧 那这里面呢 自然就是0 1 2 3 4 OK 我们再输出一下 所以0自然就是A 我们看一下结果是不是A 是吧 如果是A 那就说明 不是A 是包错了 是吧 忘了写个分号 我写个分号 我们再运行一下看看 好 大家看一下A就输出出来了 我们再写个2 是吧 2 那就是它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循环 直接跟它输出出来 好 那我们的这个输出组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是没有问题的 但我们都按照我们的期望 把它这个值给输出出来了 是吧 输出出来了 输出自无传 我给它以另外一种方式 这是一种方式复制 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 是 其实我们前面也都讲过 是吧 直接 跟这个是不是一样呢 我们直接来几个什么呀 哦 再用一下的啊 OK 直接复制 声明的时候直接复制 是吧 3 4 5 那就是 B C B B B 那我们把它 这个通过for循环形式 给它输出出来 是吧 看是怎么输出 你 要巩固一下 我们的这个 后循环 是吧 整形 I 等于0 是吧 I 小于谁 小于5 是吧 小于5 I 加价 那我们 再给它输出一下 printf 我们把这个直接拷贝过来 是不是就OK了 是吧 直接拷贝过来 好 拷贝完了 我们这里边是不是要改成什么呀 改AE 改成AE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我们这数足里边的字符数足里边的所有的字符就输出出来 OK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 ABCD都被输出出来了 是吧 都被输出出来了 所以我们这个字符数足呢 还是比较好理解的 是吧 那几乎可以把它当成我们前面讲整形的数足的时候是一样的 是吧 是一样的 唯一的就是它这个复制的时候 是字符 那么这个输出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要写2C